10点28分,欢迎回来,我们来看刚刚军检署真切起诉记者会上呢 这除了公布起诉名单之外,媒体问到了到底具体关这个洪仲秋禁闭的原因为何 军检也表示了,他们透露了最新的说法,说呢,洪仲秋曾在退伍前具备执行的原因 造成军中很多人对洪仲秋不满,我们就来听听看检查 这是检察长,这个史,他的史性检察长的最新的说法 关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犯罪动机的部分 确实很难在这个给各位的这个结本里面呢,交代清楚 每一个人对于洪仲秋之间呢,多多少少都有一些不满 那这些不满汇聚在一起,特别是呢,连长 他因为啊,这个原因是因为范总现在五月间呢 确实啊,有篡改底策成绩 那因为洪仲秋跟他讲说,他有意报考公职 所以呢,连长就重新啊,给他罚刑七天 那罚刑七天之后,洪仲秋就借故说他因为退伍在即 不想背职心,那造成了其他人员的包含犯走线的不满 后续呢,就借用这次的这个违规攜带 照相手机,录影的这个被查获的这个状况 来施予违法审罚,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同的这个犯罪的动机 因为在这个这样的时空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在将来的起诉的法庭论述里面呢 会逐一的交代 对,对,对,对 感谢观看